繼上一次視頻分析了對沖基金巨頭Ray Dalio的那一篇 這世界已瘋狂 系統已破碎的文章 徹底揭露內幕 央行的悄悄救市正在引發下一場經濟危機之後 就在2019年年末 趁著大家歡度聖誕節新年節日之際 美聯儲發布的公告 徹底將金融危機救市擺上了明面 公告裡說 從2019年12月13日 到2020年1月14日期間 美聯儲將通過Repo Market 也就是中文的回購市場 對市場救入4250億的現金進行救市 相信普通民眾對於4250億 這個數額不會有太直觀的感受 就讓我們來比較一下 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後的第二天 美聯儲也通過Repo Market救市 當時的救市金額為610億美金 僅僅610億美金 拯救了像911這般毀滅性的恐怖襲擊 而在2019年的這場救市 卻動用了高達4250億美金 並且許多人可能並不知道 2008年的那一場金融危機 點燃次貸危機炸彈的也正是回購市場 2020年的經濟危機 可能離我們真的越來越近了 今天這個視頻 相信看完大家就會明白 回購市場危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同時意識到此次美聯儲救市的嚴重性 在美股創新高的今天 大家請記好安全帶 因為2020年極有可能是一場刺激的過山車 大家好,我是CK 以個致力於投資理財的頻道 每週三、週六準時更新視頻 記得訂閱來獲取最新視頻哦 現在視頻正式開始 要想知道這次美聯儲的回購市場危機就是 首先先要了解回購市場是什麼 回購市場其實是銀行之間短期借錢的市場 大家都知道 我們平時在銀行的存款 並不只是被放在銀行的保險庫內 大部分的存款是會被銀行作為貸款發放出去的 銀行會根據法律的規定 預留一定量現金來應對大眾的轉賬 提現等等的現金需求 一天下來一些銀行預留的現金會不夠 一些銀行會有多餘 缺錢的銀行就會問有錢的銀行短期借錢 假設銀行A缺錢了 看銀行B還有錢 就會用金融資產例如國債等等 作為資產抵押給銀行B 銀行B則把現金借給銀行A 當貸款到期時 銀行A把現金再加一些利息還給銀行B 銀行B則把資產抵押還給銀行A 這個銀行之間借錢的利息 稱之為隔夜回購利率 是受銀行之間供給需求量決定的 一般情況下 各國央行會設立一個可接受的利率範圍 也就是2%左右 只要隔夜利率在此範圍間 央行並不會插手干涉 偶爾若是缺錢的銀行 比有錢的銀行多 央行也會作為一個借錢的機構 借錢給銀行補充缺口 但央行借的錢數量並不會大 這樣銀行與央行之間的操作本是很尋常 只有極少數的情況下 央行需要大規模就是 像是之前提到的2001年的911這樣的災難 是一種情況 而另一種情況 則是銀行出現了錢荒 造成錢荒有兩種原因 一是所有銀行都缺錢了 誰也沒法借錢給對方 二是有些銀行有錢 但由於銀行之間缺乏了信任 不願把錢給借出去了 無論是哪種原因 當對現金的需求遠高於供給 會使得隔夜利率飆升 同時也極其容易造成經濟危機 2008年造成雷曼兄弟公司倒閉的 正是因為回購市場的現金枯竭 之前有提過 銀行借錢時會有金融資產作為抵押 而在08年的金融資產是什麼呢? 正是當時的次貸 當越來越多的銀行意識到 所謂的次貸一文不值時 銀行之間便缺乏了信任 即便有錢也不願意借錢 雷曼兄弟現金周轉不過來 只能宣告破產 並且直接觸發了08年的次貸金融風暴 而這次的美聯儲就是有多嚴重呢? 一切得從2019年9月開始說起 由於回購市場的錢荒 隔夜回購利率從2%暴漲到了10% 整整超了美聯儲設定範圍的5倍 如果銀行借不到錢 2008年的金融危機便會重演 美聯儲不得不緊急注入1250億救市 給這些銀行帶來現金 同時試圖將隔夜回購利率穩定回2% 這是十幾年以來美聯儲第一次大規模救市 而這依舊便是一發不可收拾 10月23日 美聯儲每天注入回購市場的救市金額 從一天750億增加到了1200億 12月13日 美聯儲又發表聲明 此次救市將額外注入4250億現金 解決銀行的錢荒問題 12月18日 美聯儲發言人還表示 這次的救市需要多久就會持續多久 這次銀行錢荒的最根本原因 並沒有被公之於眾 但如果我們深挖一下 就可以猜出一個大概了 先來看一下美聯儲發布的銀行準備金 可以看到 目前銀行準備金 比起法律規定整整多了1.3萬億 如果我們把時間線再往回拉一下 會看到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凸點 我們再將圖放大 這個凸點原來是美國近期歷史上最災難的一天 911 之前有提過 因為這一天 美聯儲通過回購市場注入610億現金就是 而銀行也為了避免可能的經濟危機 而提高了銀行準備金 但比起法律規定金額 銀行多準備了多少錢呢? 190億 當時銀行為了應對911這樣的災害 預留了190億的現金 而到如今 銀行預留了1.3萬億的現金 卻依然不敢外借 也就是說 這次銀行錢荒並不是因為銀行沒錢 即便隔夜回購利率高達10% 銀行也不願意借錢來賺取這高額利息 那就只剩下了一種可能 當投資機構開始害怕借錢 一個往往在全球金融危機看到的現象 這將使隔夜回購利率暴增 投資股市與債券將越發困難 這對於企業和消費者來說也會有影響 若是這情況持續太久 將拖垮建立在貸款上的美國經濟 之前已有提過 在回購市場借錢 銀行需要抵押像國債這些高質量金融資產 那麼既然是高質量金融資產 借錢應該是基本無風險的 2008年的銀行信任問題 是因為銀行不再相信不動產 抵押貸款證券作為抵押 也就是後來我們所稱的次貸 那麼在10年後的2019年是因為什麼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次美聯儲救市借給銀行時 銀行用了什麼金融資產作為抵押 就以2019年12月30日的這次救市為例 你沒有看錯 抵押中有超過一半 正是08年臭名昭著的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 只能說歷史從來都是反覆的 當你以為繼上次經濟危機之後 此產品已銷聲密集 其實它已捲土重來並且更甚 巴菲特在2016年就以再次表明自己的看法 稱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是輻射性的 CK有機會會做一個視頻來詳細分析 在2020年今天的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究竟有多糟糕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訂閱哦 美聯儲這次的救市 看似是避免了一場經濟危機 卻只是暫時的 此次救市美聯儲選擇給市場提供廉價印出的錢 而並沒有解決這次錢荒最根本的問題 那就是鼓勵銀行互相借錢 銀行目前是寧願把銀行準備金 存著賺1.55%的利息 也不願意投入回購市場中 最近美股又創了新高 對於怕錯過牛市想要加倉的朋友們 這段總結可能會讓你三思 當我們在經歷錢荒危機的同時 股市創新高 這兩個本不該同時發生的事 回購市場鬧錢荒 這代表了一家或幾家銀行很明顯出了問題 各大銀行明哲保身不願借錢 若是自由市場 應是允許這些危險信號被公之於眾 好調整股價 然而美聯儲卻選擇了 將此扼殺於萌芽中 將這一危機隱藏於黑暗的窗簾下 用廉價的假錢注入舊式 將華爾街推向更高點 而對於想要買黃金避險的朋友們 CK下一個視頻會分享買黃金錢虛知的要點 敬請期待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我是CK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贊哦 我們下期再見 等一下 我們下期ès 時照片 從可能 這一節 將在 garden 首級 difference 的 鋈 我們下期待